他说修佛以来 状态一直都很稳定 可是这一两年来 身体出现不规律的发烧 一直在忍耐 最近情况加重 清晨起床 周身无力 到午后才能好转 念佛修学不如以前 他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不是修学功夫不得力 还是不得到 第二个呢 是不是业战很重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 那么你这种情形 最好先让医生做一个检查 做个检查 了解身体的状况 当然与修学的方法 业障都有关联 都有关系 病痛来源 不外乎三大类 第一类是饮食起居 调理不当 这个会引起生理的病态 反而是属于生理的病态 医药可以能对治 第二种来源 愿意 愿情带主 附体 这个医生看不好 药物也没用处 就像过去慈悲三昧水灿里面 悟达过丝 得的人面床 他这个不是属于生理的病 凡是这类的病 就调解 自己也能够发愿 给他护解 请一些有德行的 有羞耻的 法师 或者在家居士 为我们讲开示 为我们松经回向 如果对方接受了 他就走了 他走了 你的病就好了 这个是第二类的 第三类的 业障病 是自己过去今生 造作许多物业 这个病最麻烦 既不是生理的 也不是冤情在主 但是这种病 不什么有救 佛格我们讲 智心忏悔 改过自心 断卧修善 由此可知 什么样的病 都有方法对治 自己一定要懂得 如理如法 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那么你念佛 一定求 一定求佛菩萨 加持 无量寿经 世尊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疾难的时候 专心 持送 观世音菩萨名号 求菩萨 慈悲加持 往往 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感谢